还有这种事 斗罗大陆中的黄金圣龙居然被魔改成了一只哈巴狗 众所周知啊 只要提到国产慢改剧 我们想到的肯定都是其毁员做的魔改行为 可你知道他们到底有多辣眼睛吗 为此阿三查有了大量资料 总结了六部口碑极差的慢改剧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盘 第六名 斗罗大陆斗半评分6.3分 作为同名动漫的改编剧 斗罗大陆真人版无疑是慢改剧里最失败的典范了 可以说啊 斗罗大陆的剧组完全就是在拍青春偶像剧 在选角方面他们花费重金 找来了肖战和吴轩仪当有男女主角 虽然起到了很少的引流作用 但也导致了整部剧特效和打斗方面的经费严重缩水 就比如原作的打斗画面明明是五魂对决 但剧组为了省经费 却把这些都魔改成了赤手空拳的武打画面 阿三严重怀疑他们真的看过斗罗大陆吗 而且啊 就连原作里特效拉满的黄金圣龙竟也被剧组改成了一只哈巴狗 可仔细一想 剧组花这么多冤枉钱 请肖战当男主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只要牵扯到他的影视剧 豆瓣评分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若不是这样啊 这部剧可能连6.3分都没有 另一方面 离谱的设定也是这部剧口碑极差的原因 剧组为了充分发挥肖战的流量作用 就连唐三六岁时的角色都让他来扮演 属实是离了个大铺 不仅如此 就连台词也都在疯狂针对圆柱粉 爸 这锤子长得好难看啊 长浪圆柱粉无比信仰的好天锤 竟被吐槽成这样 感觉导演就是在专门恶心圆柱粉一样啊 像这种粗枝暗造的漫改剧 即使有一百个小战车腰 也绝对不可能得到圆柱粉认可的 第五名 郑魂杰豆瓣平昏6.0 相信大家对于动漫版郑魂杰都非常了解吧 曾经的一句 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整个动漫界 可以说郑魂杰是当之无愧的国漫之光 但作为同名动漫改编而来的真人剧 却拉到库里了 剧组为了简情漫改剧带来的违和感 在拍摄之前 专门找到了酷爱动漫的汪东城来饰演男主角 她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啊 极浮夸的演技 直接劝退了一众猿猪粉 预告片里曾出现的神还原的罗刹街街景 到了正片里却变成了ps贴图 可以说是假的不能再假了 就连动漫中炫口的打斗戏到了真人剧中 也变成了守护灵互相抡垂的场景 其五毛钱的特效更是被广大网友戏成为烧炭现场 而剧中的近身打斗戏就更别提了 阿三感觉去大街上随便拉两个小孩打架 都比看他们打有意思 也正是因为这些 镇魂街的漫改剧才被网友们打上了毁援助的标签 你知道那些漫改剧组的嘴脸到底有多丑陋吗 第四名 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负呢 豆瓣评分5.3分 作为昆昆的成名之作啊 它是一部由同名动漫改编而来的青春偶像剧 讲的是昆昆饰演的叶琳 与素敌任小青之间相爱相杀的校园故事 他曾一度被广大网友调侃为中奥之神 就单单这剧名阿三都不好意思念出来 因为原著的台子实在太中奥了 剧组为了拯救口碑 对原著的剧本进行了十长两年半的打磨 硬生真把校园题材改成了熬同像作品 可效果却依然不是很好啊 毕竟昆昆只是一个打篮球的 突然让他去演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最后呈现的效果显得特别的尴尬 阿三的评价是 大人看了中奥 小孩看了超纲 甚至还有一种给人在看偶像练习生的感觉 如果这些还能勉强接受的话 那么坑坑扣死李小龙的场面 你一定受不了 为什么不会被女孩子欺负呢 阿三也不尬黑 因为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抛开整部剧的草点不说 其实这部影视剧还是传达了不少精神内涵的 因为原著本身就是一部价值观很正的漫画 所以真人版还是有一些好评的 第三名秦时明月 豆瓣评分五点一分 相信秦时明月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吧 作为一部顶流动漫 他也没能逃偷被魔改的命运 可就算剧情无法还原原著稍微修改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编剧你也不能瞎改啊 就拿原著党最喜欢的鬼谷这条线来说 其原本是一只左右天下局势的正义之师 但在真人版里却被魔改成了一个邪恶的杀手组织 其次就是剧中的些人尴尬而抠脚的台词 阿三真的不知道制片方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啊 这部剧的剧情单独拿出来说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他毕竟是根据动漫改编而来的 把原著中那些核心的东西全都改了 那不就是挂� 结为历来 天下嚷嚷 结为历网 在这个时代剧组只看重流量却不照顾援助党的情怀 那么大家看他的意义到底何在呢 总而言之啊 作为情世明月的慢改剧 确实是一部非方失败的作品 你知道一部慢改剧到底能按成什么样子吗 第二名斗魄苍雄斗版评分4.4分斗魄苍雄的真人版和动漫版都是由天蚕土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 其动漫一度被评为果满巅峰之作 可真人版就显得比较拉胯了 剧中魔改的设定让人看得相当窒息啊 就比如动漫里那些炫酷的飞行斗技 到了慢改里居然被制作方改成了鸟翅吧 甚至啊 在剧里不管你有多强的实力都只能骑马 所以也就有了前方斗地可敢下马一战这种敏感 可以说啊真人版中除了名字没改其他能改的全都改了 就比如原助理退婚的设定 他本身纳兰自己决定的可到了真人剧里却变成了纳兰老爷子亲自带他来退婚 政治还逼得硝烟吃下了婚书 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道具这方面剧组就更离谱了 原助理硝烟的玄重齿是玄铁打造而来的 沉重无比 可反观这阵剧里的玄重齿一股塑料泡沫的质感扑面而来 并且啊 细身的观众还能发现玄重齿居然还可以被弯折 正是因为这些毁原著的魔改 斗魄慢改版也一度被网友戏称为xr改的 第一名 甜蜜暴击 豆瓣评分2.8分 甜蜜暴击改编自韩国漫画狂野少女作为一部运动题材的偶像剧 大致讲述了入韩饰演的明天和关小彤饰演的方语 并肩成长为格斗高手的故事 剧名叫甜蜜暴击 甜不甜阿三就不知道了 但暴击却是真的暴击仅仅是选角方面就草点满满了 咱就是说拍偶像剧选两个颜值明星无可厚非 但拍运动题材的电视剧为啥要找身材瘦弱的入韩呢 在设 入韩上的明明是一所大学 但话实讲的却是小学生都会坐着踢 不但如此 由于男主所在的大学是女子学校 男主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男生 所以学校里居然没有男厕所 但这教导主任和校长不都是男的吗 所以那么阿三就想问了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而且啊 整部剧在台词方面更是尬的要死 就拿开头关小丛和女配的对话来举例 再打下去你会死的 这句话听得阿三上辈子攒的鸡皮疙瘩都掉光了 太多槽点阿三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 这部剧绝对可以称上的是慢改烂剧的天花板了 自从2016年啊 国产慢改剧不良人上线以来 其凭借对动画原作的高度还原 收获了空前的返奖 豆瓣评分一度追平了援助 于是不少资本家都把目光投降了这个领域 在此之后呢 国内被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慢改潮 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些导演却丢弃了慢改剧的初衷 只知道利用ip吸引流量 丝毫不在乎作品的质量 通过这些慢改赖剧 我们可以发现 不敢他们的剧情有多狗血 槽点有多夸张 大家还是会一个劲的去干 看完后却总是忍不住吐槽啊 可人家不管背了多少骂名 至少收视率上去了 所以现在玩不起特效 搞不好大制作 弄不出业界良心的导演编剧们就开始另辟吸进 他们专门针对二次元作品进行改编 靠这样来吸引流量 慢改剧的发展 因为这些导演的离谱操作 整体质量变得越来越差 那你觉得哪部慢改剧最烂呢 我是阿三 咱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